大家收看《環雨首期》 上一集結尾時提到這個秘密會社的事情 這個秘密會社事實上是近年 在西方相當之有興趣的 興趣有兩部分 其一就是究竟是否真的有秘密會社 秘密會社是否影響現在世界局勢 譬如說某些地方打仗 背後是否這些秘密會社的大陰謀 甚至劉鋒所及因為影響很大 變成中文著作都有類似的說法 但我們不需要去看這些著作 因為我們只需要去看事實 其中一個在西方四號裏面 覺得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組織 聖田武士 究竟他在1307年 被法國的國王菲利普四世和教廷 聯手去殲滅之後 究竟他還存不存在呢 即使我們在正統的歷史裏面 其實我們對這個事情 我們都有一些比較確實的看法 就是他們不是完全被殲滅的 不是完全被殲滅的原因是什麽呢 儘管教廷在當時 他們未遇到後來的對手 舉個例 未有新教 所謂那個瑪丁路德 這個要遲到大概是在15、16世紀 才會出現 另外就是那個英國的聖公會 這個 英國的聖公會 這個要遲到在15世紀的時候 亨利八世英國國王 因為那個婚姻的問題 他和教廷決裂之後 他們才自己創立了那個聖公會 在這段時間之前 因為聖田武士被簽名之前 事實上 教廷本身 歐洲那個思想控制 或者政治控制 相當之強大 但是每個地方本身有他自己的特性 舉個例如說是在羅馬 即是意大利的地方 或者法國 因為他和教廷的距離比較近 所以很多的資訊 他們也會知道 但是稍微遠一點的地方 我們在中國 即是老華山高和王大院 你去到這麽遠的時候 你的手臂也未伸得那麽長 於是控制相對比較弱 譬如對於那個聖田武士的審判 在法國 那麽很快了 就根本都不需要怎樣審的了 你嚴刑逼供 不認的就打到認 但是去到英國那個情況 有少許不同 因為他們行那個就是普通法 他們需要有那個陪審團 和有證人指證 那麽即使是入序 但是那個時間都拖長了 但是如果去到再遠一點 就是剛才我們說 應該具體的應該就是英格蘭 去到蘇格蘭的時候 又不同一點 那麽去到其他地方 好像普通牙一邊 又不同了 那麽可能那個情況 就比較鬆散一點 那麽於是乎 可能他勝利武士在那邊 他不能夠再用這個名 但是他們可以有他們自己的一些財產 甚至未必被殺 那麽這個爲什麽在普通牙那邊很重要 就是因爲那個涉及到港口的問題 因爲歐洲在那段時間 他們嘗試去繞過了 那個伊斯蘭勢力在中亞方面的控制 特別是屬於那個私遊之路的控制 他們嘗試繞過他們 就是從海路去印度 甚至想去中國 即是當時應該說是元朝 元朝的抵國 那從海路去的時候 當然有兩種方法 你這個就橫跨這個大西洋 或者你繞過那個非洲 那兩個裏他們當時有做的 但問題就是這個 這個勝利武士 對於在葡萄牙日後的 這個航海的大航海的事業 有什麽幫助呢 這個現在我們沒有完全確切的資料 但我們起碼有一些蛛絲馬症 我們覺得有影響 那裏 就是葡萄牙 有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亨利的啟航者 Henry the Navigator 他們是不斷在這個 去試探 他周邊那個航海的路線 但這位的亨利 他很小心的 他是逐步逐步做 試了很多不同的船 但後面的資金在哪裏 或者他的動機在哪裏 其實今天還有一個爭議 當然我們今天知道 即是說後來的 哥倫布 或者是這個默哲倫 達斯加馬那些 其實都在他這個基礎上面 再去延伸那個航線 但是問題就是 到了這個高人報 發現了新大陸的時候 是不是只是他 才是第一隊船艦隊 去到這個美洲呢 其實現在我們很肯定不是的 不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在古代的維京人 他們已經有這個軟航的能力 但是也不需要他們去橫跨那個太平洋 就是這個應該說大西洋 他們只需要在這個北歐那邊 他們用一些比較簡單的船 他們去到這個美洲的東部 其實那個路程不是太長 只不過後來他們沒有 就是其他的艦隊 他們不是用這個途徑 他們直接是想證明那個 即是說知道了地球完之後 他們覺得就是用這個途徑 直接向西邊走 就會去到這個中國和印度那邊 但是一個錯誤的時候 就變成去了這個美洲 於是他們就說 當地人是印第安人 即印第安人 用過名字來錯 就是叫做西印度 其實根本就不是印度 而是美洲 但是這個歷史錯誤 今天我們都在名稱上面 我們沒有糾正 但是我們今天要說的 就是這個秘密的會社 這個勝利武士 當他們轉入了地下活動之後 的時候 其實它對後來那個影響有多大呢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 極可能他們有參與到後來這些 這些的航海的事業 即是大航海的事業 這個爭議到今天 我們仍然有一個 的 未確定的結論在這裏 就是究竟勝利武士 有沒有去到美洲 如果他們有去的話 他們應該比哥倫布去 還有他們想去做什麼 當然 這個牽涉到就是 他們在那個耶路撒冷那裏 他們在1.1.19年的時候 他們去耶路撒冷 就想做些什麼 我們之前有說過 就是在聖劍山裏面 其實是發現了這個地道 這些地下的秘道 但是很可惜就是 基於那個日後的政治的情況 特別是如果譬如今時今日 這個聖劍山下面 聖劍山是一個火藥庫 基本上 這個火藥庫不是一個比喻 就是因為觸動到任何聖劍山的建築物 都會可能引起那個大型 非常之大型的宗教衝突 所以今天是沒有人會建議 就是再去發掘那個聖劍山的地下隧道 我們知道在下面有地下秘道 但是我們估計應該是 當年的聖劍沒有時去建 這個聖劍騎士他們去做這個行動的時候 他們的動機是什麼呢 他們找了什麼呢 現在我們會說就是 他們可能發現了什麼 但是這個航海的情況 我們可以推算到就是 他們和那個被教廷去打壓 去逼迫 而導致他們要轉成一個地下組織的時候 他們要逃走 這個逃走可能本身要帶一些他們以前的財富 財富可能有兩類 第一樣是金銀珠寶 黃金 但是另外可能是一些秘密來的 我們掌握了什麼秘密呢 舉個例子 譬如可能是聖杯 可能他們去那個地方是找聖杯這個物體 也都可能是找一些民憲 但是如果他們去了美洲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一個想像 其實他們是想帶一些秘密去 和逃避這個教廷的追殺 這個逃避教廷的追殺 事實上在歐洲是相當危險的 如果他們去亞洲區 就是轉入亞洲區 也有伊斯蘭在中亞地區 擋住他們的路 非洲也不安全 因為為什麼呢 教廷那裡仍然可能有一些勢力在 於是美洲可能是其中一個選擇 所以如果當時他們軟航的話 事實上他們是有這樣的條件 用回當年維京人那條路線 不一定用回後來國安寶的路線 所以我們今天在北美 其實我們在 包括在那個東部麻辣省 甚至是比較距離更加近的 就是加拿大東部這個省份 Norva-Skortia 他們可能有一些殘留的信息 即一些痕跡 證明了聖年武士去過 當然牽涉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如果他們去的話 那有沒有帶寶藏去呢 剛才我們說的 寶藏本身就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 因為到今時今日 都還有很多人想 如果我們今天找到寶藏 我們就發達了 事實上是有的 在加拿大東部 在Norva-Skortia這個省份裏 有一個很小的島 叫Oak Island 我們可以翻譯有兩個方法 另一個叫奧克島 另一個叫橡木島 橡樹的橡黑 這個島上不是太大 只有幾十個球場那麼大 但是上面有一個坑洞 這個坑洞就搖傳放了一些寶藏 這個寶藏怎麼來 當然有很多說法 譬如說以前的海盜 將他們的金銀珠 放在地洞下面 但是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是聖殿武士放進去 那個秘道本身 大家就說 咦?傳了幾百年 當然我們有很多方法去發掘 但很奇怪地 這個發掘過程 全部是以失敗告終 是否可以這麼遇到 要不就滾 要不就有很多水湧進去 其中一個著名的人 或者他又去做到這個 幫忙去尋找這個寶藏 就是羅斯福總統 就是他們開了一間公司 做這個尋寶遊戲 但是最後都是失敗的 但是我們如何可以 將這個寶藏和這個 這個聖戀武士可以連在一起 因為在這個島的附近 他們有一個小鎮 而在一個小鎮的其中一塊石頭上面 就刻了聖戀武士的火 當然這種做法 我們就可以懷疑是後來的人 惡作劇 這個留在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去考究 但如果是真的話 這就證明聖戀武士在附近活動過 這個就不出奇了 所以這個神秘的地方 那個寶藏到現在都是一個迷 究竟下面是甚麼呢 到現在都未知道 至於這個秘密會寫 當然 雖然日後有相當多的一些傳說 其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亂手去殲滅 這個聖戀武士的人 包括法國國王菲利普四世 和當時下令去殲滅這個聖戀武士的教皇 都死得很快 於是乎有些人就懷疑 其實這個聖戀武士 他們不是完全被殲滅 他們有人走了 甚至有些人是留在歐洲 潛伏在那裡 而去作出一個報復 起碼法國皇帝和當時這個教宗 可能是被報復而致死 甚至都後來 當法國大革命出現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傳說就是 一個皇帝被殺 就是有一個人走上去 就說 我們替這個聖戀武士報復 成功了 究竟是否這樣 還是真有其事呢 當然我們覺得有部份應該是復惠 復惠的原因就是 有很多人要做一些革命的行為 或者一些反抗政府的行為 他們不能夠掃諸自己 我們今天創立一個會 掃諸以前有這件事存在的 我們繼承了它 譬如在中國歷代也有的 譬如說 白蓮教 微勒降生 於是可以推翻這些皇帝 不是一定他們的教徒 這個組織真是一個白蓮教的傳承 和以前有關 但可以拿了這個名字 去做了很多事 特別是一個亂世的時候 所以這個聖戀武士究竟它後來存不存在 或者它存在 它是否真是一個地下的活動 是不是一個傳承 傳承到 譬如說今天這些秘密會社的例子 譬如說這個共濟會 到現在都是一個歷史的謎 但我們肯定相信 就是這個秘密會社的傳說 傳說本身 就一定是不會消失的了 甚至在22世紀、23世紀都不會消失的了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去研究這一段歷史 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